過去一個多月來 天主教教宗邦濟各 因為膝蓋韌帶斷裂的問題 多次出席公共的場合 都需要借助輪議逮捕 他昨天宣布將無限延期 七月初的非洲訪問行程 這也讓各界相當關心 他的健康狀況 正在窗口 天主教教宗邦濟各沉重宣布 對於七月二號到七號的非洲訪問行程 要無限延期 感到很遺憾 85歲的教宗邦濟各 上個月在一場公開活動中 就因為膝蓋問題 使用輪椅來逮捕 過去一個多月來 包括這個月五號主持五旬捷彌薩 跟十一號在半地崗接見義大利軍人時 都是坐著輪椅出席公眾場合 他曾經在五月接受義大利 網遊報訪問時 提到自己的膝蓋韌帶斷裂 但在一年前因為大腸發炎 進行部分腸道切除手術 進行全身麻醉後出現了問題 讓他對於膝蓋韌帶斷裂的狀況 拒絕以手術治療 而是改為物理治療 每個星期都要接受好幾次的藥物注射 期盼能夠在七月底出訪加拿大 跟九月初的哈薩克訪問行程時 能夠回復部分行走能力 方建格日前曾宣布 要在八月二十七號召開書籍主教會議 選出二十一位新的書籍主教 而其中十六位書籍主教還不到八十歲 因為這些新的書籍主教 能夠在選舉教宗的秘密會議中 投票選出新的教宗 印方外界關心這是不是方七個 在為身體狀況不佳 做請辭前的準備